最近有很多很糟糕的新闻 那这个是最糟糕的其中之一 我们这一代的人 millennial 千禧年一代的人 现在大概23到40岁吧 成年人壮年人了吧 常常被指控说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一代人 我们是巨婴 我们这一代的男人很没有用 妈宝 那我就很不爽啊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从18岁开始 我就很有骨气啊 我在穷我也不跟我妈要钱 我也有做过很蠢的事情 小时候我玩那个抱走兄弟的轨道车 我为了弥附我那小时候 什么东西都买不起的梦想 我就一次砸了5000块台币 组装了一台 但是到了那个 模型玩具的那个模型店 那个地方 真的太丢脸了 因为里面全部都是小学三年级 到最高大概到国中生的 小孩在那边玩吧 well anyway 这个新闻是来自于麦当劳 麦当劳最新的产品 就是要开始贩售 成人的快乐儿童餐 快乐成人餐吧 麦当劳官方是说 我们在把麦当劳最原始的感受 彻底的重新包装 让我们的成人粉丝 来好好的怀旧一下 说这个话的人叫做 Turkey's Hassan 是麦当劳行销部的总监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他说每个人都可以记得 他们小时候第一次打开快乐儿童餐的 那个快乐的感受 那个坐都坐不住 坐立难安 恨不得马上就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的 那个小小的盒子 可以把一个普通的星期二 变成一个最美好的一天 我们现在正在重新构想这个经验 这一次我们的客户是成人 之前不是有报道过什么 那个青春期制止记吗 我看根本不需要打针了吧 对不对 麦当劳的快乐成人餐就够了吧 那这个快乐成人餐的盒子里面有什么呢 OK 它是一个盒子 很类似快乐儿童餐的一个盒子 里面不是一个小汉堡 而是一个普通的大汉堡 Big Mac OK 不是一个小小的薯条 或是一个中薯或大薯 不是一杯小小的饮料 是一杯正常大小的饮料 然后里面还包括了一个玩具 你是大人了 但是玩具还是可以让你感到无法自拔 你受不了玩具 你的跟公仔的诱惑 你会为了他坐立难安 Oh my god I gotta have it 这真是令人难过啊 好可悲啊 我们这一代的人真的是 真的是太可悲了 我遇过很多人说什么 baby boomer那一代的人怎样啊 但人家至少创造经济奇迹 人家至少创造了iPhone iPad 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模式 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实在是太可悲了 我们这一代有太多的巨婴 我们长不大 我们就算身体长大了 但是还是以为自己是小时候 还是想要回到那个小时候 我也喜欢怀旧的东西 我现在在车上的时候 我还是听bonjovi 我去KTV的时候 还是会唱什么 I want it that way之类的 怀旧是一个很好玩 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 为什么我还要假装我还是个小孩 为什么千几年这一代的人 millennial的人永远长不大 太多人长不大了 长大了 你就应该要结婚 生小孩 去上班 创业 有自己的人生 有自己的目标 其实这些东西在亚洲更严重 你现在看这些亚洲那些人 那些明星 网红 每一个在那边收集什么公仔 活影人者的模型 放一整个柜子 然后放在那个展示 我还看过那个什么 什么亡谷男孩吧 还是什么谁谁谁 假装把那个人的钢铁人砸坏 然后那个人就很生气 然后在那边暴走发飙 Dude 听到这里很多人会说 Ethan你干嘛 干嘛这么扫兴 回味童年多开心 耶稣也说我们要像小孩一样 我们要像小孩 才可以进天堂啊 对 基本上我完全同意 我非常同意 回味童年是非常好玩的 那你知道 正常的人是怎么回味童年的吗 就结婚 生小孩 然后跟他们一起成长 一起玩乐 当个好爸爸教导他们 我这个年纪 都快40了 我还会看到我的一些朋友 一个人去迪士尼乐园 不是跟着他们小孩去或是 甚至跟他们指指 OK之类的 他们就是去那个地方 怀旧 回味童年 就是那个样子的人 会去买成人的快乐儿童餐 拿里面的玩具 然后跟他一起放在那个玻璃柜子里面 跟他很多 众多的玩具一起放在一起 很多人说什么 Michael Jackson长不大 所以他自己盖了一个游乐园 那些宅男 每一个都是活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空间 然后长不大的空间 所以 拜托各位 耶稣说 你们若不回转 变成小孩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不是这个意思 长大非常好 长大很重要 每个人都会回味童年 每个人都会怀旧 当然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 都有苦楚 都有压力 但是说真的 一年一年的过 特别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觉得我每一年都过得更好 每一年都变得更有目标 每一年都比前一年更丰盛 我对未来更有盼望 我不怕变老 我想要看我小孩长大的样子 我想要做我现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我觉得我的人生有目标有意义 我想要跟我的家庭一起创造 属于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人生 我不想要回去什么 拼钢弹 收集玩具 公仔 贴纸 然后吃快乐 儿童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前 看过一个 以前很旧的电影 就是虎客船长 Hook Robin Williams演的电影 他最后打败虎客船长之后 所有的小孩都很开心 说要叫他留下来永远当一个小孩好不好 然后Robin Williams就说 彼得潘就说我要回去了 跟我的小孩一起成长 他说我在这边该做的事情 我做完了 然后我就要回去了 然后他把彼得潘的这个短刀 给了其中一个小孩 叫那个小孩以后 责任感要保护其他的小孩 然后当他回到他家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 他真的回到了他的童年 方法就是带着他的孩子 跟他的孩子一起长大 看着他的孩子 玩他小时候的玩具 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人 好多的人拒绝长大 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父母没交好吗 maybe 是经济衰退吗 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们这一代 是最会怪罪别人的 我们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错 都是因为别人怎么样 所以我才会长不大 所以才会不成功 我只想说 长大很好 成长很好 结婚很好 然后玩有小孩的话 我生活就必须有压力 我就必须要负责 是的 你必须要变得有责任感 可能很可怕 但是是值得的 长大是值得的 当一个成人 有责任的人是值得的 是快乐的 我小时候吃快乐儿童餐 我长大之后 我买快乐儿童餐 给我的小孩 这是一个 Circle of Life 是一个社会成长 以及运作的模式 我们要永远保持赤子之心 我们要永远对于神给我们的世界 充满着渴望 好奇 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已经是足够的 我们才可以继续的进步 回到孩子的这个心态的目的是要去进步 我记得Steve Jobs在 忘了几年了 几年的时候 他在史丹佛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毕业典礼的时候 他给所有毕业生的目标是 Stay hungry and stay foolish 他不是叫你一直在那边饿着 或者是必须当一个蠢人之类的 而是我们必须要 永远都要想着这个样成长 我们永远都要想着要变得更好 我们永远都想要学更多 更多的成长 他说的是这个意思 耶稣说 我们要回到像小孩那样子 是叫我们永远都要对神 跟知识充满渴望 永远都不要自满 才可以进入天堂 绝对不是叫我们永远当一个幼稚鬼 然后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还吃成人的快乐儿童餐 而且我们永远要知道 We only perform for a group of one And that's God 我们这一生只为了神而活